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每到选举 黑金议题就会浮上了台面 所谓的黑金政治 指的就是利用暴力和汇选 控制地方政治势力 进一步成为民意代表 或政府官员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正太极杀人案 时间回到1994年 12月13号 上午6点多 屏东一户民宅 先是接连的枪响 后来救护车载走的 是屏东县地方角头中原崩 他被开了16枪当场死亡 带头行凶的 竟然是他的结拜兄弟 当时的屏东县议长 正太极 是什么深仇大恨 要当着苦苦哀求的老母亲面前 乱枪打死了中原崩 夸张的是 凶手是现任议长 亲自带着手下 闯进了别人家开枪杀人 更夸张的是 案发的第一时间 警方低调办案 记者不敢报道凶手是谁 而这起重大刑案 也掀起南台湾 90年代 政客杀人的风暴 在那种乡下地方能够串起来的 当了议长 还是比较狂 比较傲 就好像我们看一些小弟级的 为什么凶起来比谁的凶 正太极国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再升学 常常在夜市打架闹事 只是角同身边的刨腿小弟 赌场把风 酒店为事 他因为手段凶残 还涉及了两起杀人案 被疫情专案管训 送到了绿岛服刑 南台湾有不少的黑道老大 也被抓 他也跟着被逮了进去 但是管训没有让他收敛 三年后他出狱了 摇身一变 已经是地方角头啊 他管过训 但就等于说 他也有在角头混过 又加上他认识 这些所谓的南北二路的黑道大哥 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 慢慢地建立了他的角度 重获自由 正太极靠着收取保护费 走私贩毒 有钱了 想要重振漂白身份 认识了当时的屏东县议长郭廷才 也获得支持 一脚踏进了政界 先是高票当选的县议员 副议长 握有了政权之后 正太极黑白两道呼风唤雨啊 开始包娼包堵 杀实业有线电视 地方党羽欲入军瞻啊 这个疫情回来 大家怕他散会 当时呢 郭廷才先生就找了正太极搭档 变成议长跟副议长 后来郭廷才先生去选立法委员 也当选了 这边就没有议长了 他的知己都冒出来 就这样 正太极从一个地方流氓 变成了议会议长 娱乐乡名 恨行相礼 曾经有人是这样形容 高平西以南 没有法治 只有皇帝 以黑道制限 这皇帝指的就是正太极啊 他敢当场把他在议会 叫到办公室来 赏这个派出所主管 甚至于派出所分析赏 耳光 骂人家臭口 骂得一塌糊涂 所以他人种嚣张情境 他认为说 来到冰冰 台人是没罪的 跟冰冰 台人没罪 冰冰就是我正太极在管的 当时 如果手下遭到了警方查契 正太极他会在议会羞辱 来背询的警方代表 威胁把警方的加班费 预算给删掉 那怎么办 为了预算 高阶警官看到了正太极 也只好罚站 听他一顿骂 看到警方恭敬的态度 让他更加的自我膨胀 县议员 在屏隆县议会 被那个正太极叫他 到议长室来 第一位先进群 进去以后 然后大概是被揍了 那出来 第二位议员看到不太对 这什么事情 第一位是先员也不讲 就是他怕到那种程度 那当时在屏东 大家传说是 这个是屏东皇帝 正太极 正太极年纪轻轻当选的议长 不论杀实业 赌场 有限电视 他都要插干股 分杯根 他同时掌握了地方预算 黑白两道都不敢得罪他 厂商招标 也都是他说了算 稍有人不合作 日子别想好好过 因为他有三支暴力队伍 一个是百步鞋队 小弟都替小平头 穿着百步鞋 一出洞都是上百人 负责维持秩序 一支叫棒球队 十几个人拿着球棒 负责砸电打人 另外还有乐队 将枪支藏在吉他的箱子里 火拼的时候就会出现 终于 正太极的嚣张行径 被媒体盯上了 开始有报社记者 报道他的恶行恶状 正太极他会亲自打电话 恐吓记者 还会到报社找麻烦 例如1994年10月13号 报社一篇报导棒球队的恶行 隔天棒球队就找上门 好几名记者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民众日报》 除了被棒球队给砸烂办公室之外 那么其中我记者 从某报有一个怀应的女记者 他们冲进来的时候 他已经忍不住他看不行啊 就从二楼跳到一楼 跳到最后连这个时候都流产 那还有一些记者 被打了人之后 正太极还到医院去探视他说 现在是有点好吗 你叫你这三 拐拐小你两拐 你都乱闲 不怪他就会打 所以他那种嚣张情境 已经让人匪夷所思 事隔一个月 正太极的儿时玩伴 钟元峰他经营的赌场 小弟和先议员黄庆平 发生了冲突 黄庆平就一撞 告告郑太极那边 说钟元峰啊 不缴龟费 又口出耳言 郑太极呢一听很生气啊 从来没有人敢不给面子 再有交情也都是一样 带了一群手下 人手一把枪 找钟元峰算账 你有一天 你有事情轻轻地说 我一天的事情 你轻轻地说 你轻轻地有汤 背后是我们这样说 没走啊 案发当天就是12月13日那天 借了喝点酒 就去找这个状态 你现在到底是要怎么 你这样撞 我孩子是要怎么撞 然后就跟他吵起来 这个时候 钟元峰的妈妈还在旁边 不要这样 我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 他听不下去 枪拿起来就 砰 一枪发下去 枪拿起来之后 你要知道这个老大议长 郑太极发了那枪之后 旁边跟了两三个小弟 这个时候看了 一长都开枪 我们能够不开枪吗 就 给它发了16发子弹 把正宗元峰 当场隔壁在现场 他妈妈哭啊 难过啊 哀嚎啊 那人已经死了 名案发生之后 警戒媒体都怕 郑太极的恶势力 暴社一个字都不敢写 親眼目睹中原封被殺害的母親 到警局報案也都無聲無息 這裡已經沒有公理 沒有正義 那在案子發生之後 我們的當地的記者有所風聞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 解答官都開始辦了 那記者呢 敢不敢寫 一句話也不敢寫 通通不敢寫 《中國時報》當時甚至還發給 防彈背下給每一個記者 直到案發的第七天 嘉義先立委蔡詩淵 在立法院的國事論壇 直接指明屏東縣議長鄭太極 就是殺人兇手 一時間舉國化然 在一般我們概念裡面 你殺人就已經很可惡很恐怖了 在人家母親面前 母親在那哀求你還把他殺掉 這個太可恨了 那居然這樣的事情下來 一發生以後 檢察官好像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 所以在19號的時候 那國事論壇我就開始講 開槍殺人的鄭太極 黃慶平等人到案 他曾經狂妄地說 高平心以難 殺人無罪 即使成為階下囚 多名偵辦的檢察官 法官還受到了恐嚇 所以每次開庭 法庭外都是大批的員警 甚至押解鄭太極出庭的 不是法警 而是霹靂小組 南台灣的政壇氣氛詭譎啊 為了抗議鄭太極被收押 議會甚至還羞惠表達不滿 中元峰的母親一度還找不到律師感激案 有談三千萬的條件 要死者的母親封口 死者的母親當然不可能 假如他讓他封口了 然後找一個人替代 那樣子的話 哇 台灣約了 真的會很嚴重 家屬不接受和解 讓鄭太極想用和解來換取 無期徒刑的希望落空了 不過 鄭太極殺人案 一拖六年 就為了開幾槍延宕判決 從一審判死刑 歷經四度發回更審 最終在2000年的7月14號 死刑定宴 宣告死刑的那一天 鄭太極才知道 他不是皇帝啊 而且殺人要償命 他講了三句話 他說我對不起親人 我對不起被害人 我對不起社會 2000年8月2號的晚上7點 在高雄執行槍決 而在行刑的當天 鄭太極他沒有吃最後的一餐 只抽了一根香菸 晚上的7點50分 三槍結束生命 鄭太極他是台灣第一個被槍決的名代 而他在服法之後 告別式不見高官顯耀 只有親友淋淋落落 之後政壇也掀起了一片掃黑聲浪 因為黑道治國的下場 法治和民主都將付出慘痛代價 你的看法又是什麼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無重金屬、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無香料調味劑、無防腐劑、無色素 七大保證、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星全國